下个章 我们发现当我们过去看功夫 看这个西游相摩的时候 周星石有很多天马星空的想象力 给我们带来非常新奇的感受 可是在美人鱼里 这种新奇的东西变得非常少 不能说没有 而且有一些所谓新奇的东西 可能需要我们拐个弯去想一想才能想明白 比方说我个人 也有一些愿意配合周星石进行想象的地方 就是这里边这个邓超扮演的刘轩 为什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爱上了美人鱼 我想有重要一点是 这个美人鱼不会给他带来压迫感 不会像张雨琪的性感和财富 给他带来的压迫感那么大 那我说到这儿呢 很多周围之粉丝一定会有意见 说老梁你这太偏了 你挑着毛呗 那为什么我们看了都觉得好呢 我们坐在电影院里觉得 哎呀星月给我们带来很多感动 环保的大情怀感染了我 而且你看票房 那真像你说的漏洞那么多 那票房称称称称称称 能轻而易举就打破周遥记录吗 我告诉大家这个记录是怎么完成的 这个记录是由周星驰影片的金字招牌 带来强大的洗脑效应完成的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片子里边 虽然周星驰没有出演 但是周星驰影片把他的风格呢 还基本上灌输到各个角落里面 这个不就是一条咸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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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就是一条咸鱼吗